晚上小美正在向郑主祷告 面前突然出现一道鬼影 小美被吓得失魂落魄的尖叫起来 家里是真的待不下去了 小美带着弟弟们慌忙跑到交付家避难 四日早晨 大胡子打来电话说有重要情况 让小美赶紧过去一趟 但小美要照顾弟弟们 于是舔狗阿伟主动请英驱找大胡子 殊不知这一举动将会让他有去无回 阿伟很快赶到大胡子家 大胡子将一封重要的信件交给他 千里里万祖父一定要交给小美 随后阿伟马不停蹄地往回赶 这时路边突然冲出一个人 阿伟一个分神 摔进了几尺而来的大货车轮下 当阿伟被抬回家时已经血肉模糊 众人急忙将他抬进家中 那方信件也顺势掉了下来 小美成功捡到信件 但他并没有打开 当天夜里 小美关窗户时 看到死去的阿伟就站在对面 紧接着 一股神秘的力量猛然拽住他的胳膊 幸好其他人及时将他救下 就在众人不知所措时 外出打工的父亲终于赶了回来 他们跟着父亲回到家 可诡异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老二带着老四去上厕所时 房门突然关闭 等父亲交门中开时 老四已经掉进了井里 父亲毫不犹豫地跟着跳了进去 总算是有惊无险地救出了老四 没人注意到 奶奶的灵魂从井里探出了脑袋 几人准备返回客厅时 突然发现屋外围着一帮奇怪的人 看样子不是邻居 他们赶紧叫门关上 然而刚回到客厅 奶奶的轮椅居然自己动了起来 紧接着突然飞起砸向几人 瞬间将五人强行分开 客厅内 老四被奶奶的灵魂强行拖走 危急时刻 老三奋不顾身冲上前将他救下 屋子里瞬间恢复平静 一家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那么为什么奶奶的灵魂要抓住老四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父亲拿把菜刀愤怒地冲到外面 对着外面的人大吼 不许任何人伤害自己的孩子 奇怪的是 那些人听完撒下一把东西就离开了 经过这么多事情 父亲决定明天就带着孩子们搬去城里居住 然而等了一天 预定的车子却迟迟不见来 而小美发现昨晚那些人撒下的是红豆 她顿时感到大事不妙 小美打开阿伟带来的那封信件 真相护之欲出 原来最后的孩子会被带走 但不是作为祭品献祭 被带走是因为她是撒旦的后裔 邪教徒撒下红豆做好标记 活死人会在第二晚将撒旦的后裔带走 小美立刻找到老二 两人这时才恍然大悟 原来奶奶知道了是撒旦的后裔 所以变成鬼了也要将老师弄死 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其他人 万云刚落 没外就响起了熟悉的邀灵声 几人冲出去一看 老师已经被活死人给带走了 他向着几人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跟上来 知道真相的老二急忙将父亲拽回家里 这时外面的活死人全部围了过来 很快就破开第一扇门 但第二扇门他们始终没有撞开 这时父亲从镜子里发现 是奶奶帮忙顶住了房子 在帮他们争取逃跑的时间 关键时刻 大胡子赶牢过来 众人跟着他一起开车逃离了这里 一年后 一家人终于过上了他们想要的日子 热心的邻居还经常为他们送去吃的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热心邻居的家里 居然有邪教信徒专用的红色豆子 从两人的对话不难看出 小美一家还是没能逃出撒旦的魔罩 第一部也就到此结束 而第二部已经登上了印尼的大萤幕 有看过的影迷已经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后半档惊吓度是真的拉满了 得有资源立刻会在第一时间更新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